为了人梦没有想到年轻的生命就此陨落 我们继续为您追踪发生在昨天轻航机坠机事件 18岁的日本籍学员跟妈妈弟弟还有阿姨来台湾 16号下午来到了彰化西州飞行场 搭乘轻航机进行飞行体验 没有想到在距离飞行中心300公尺远处发生了坠机意外 和同在机上54岁的台湾籍教练林国玉 两个人当场身亡 林国玉曾经担任过F16战机分队长 退伍之后才到俱乐部服务 经验相当丰富 为何会发生坠机意外 有退休的空关研判应该是空间迷向 而最新坠机的瞬间画面也曝光 蓝白色鲨鱼轻航机飞过跑道 准备翱翔天际 轻航机在天空盘旋一圈 一次第一次降落失败后再次升空回转 打算第二次降落 只是往往没有想到 轻航机却是突然直直往下坠 坠机地铁就位于飞行街带中心 只有短短三百公尺 请人目睹坠机经过 难以置信 而坠机后冒出的阵阵黑烟 也被附近路过的骑士给拍下 到那儿睡就吵了 没霜没霜 机上两人当场身亡 指导飞行的教练 五四岁的林国玉 曾担任F16战机分队长 驾驶过T38教练机 总飞行时间1936个小时 空军上校退役后 才到俱乐部来服务 另外一名死者是18岁日本籍的学员 和家人来台旅游 花了8000元体验轻航机课程 没想到不幸丧命 而顺丰俱乐部位于彰化西州 是前飞观饶子强去年成立 占地五公顷 是全台最大的合法飞行场 收费并不便宜 还独家引进鲨鱼竞赛机 机身采用高科技碳纤维复合材质 还有全机式紧急救援系统 紧急情况下可抛散自救 但为何施发时没发挥作用 这可能就采出所谓的空间迷响 另外飞行场里头的停机坪 被查出是违建 县府要求限期拆除 而国安会也派人到场 要厘清罪机原因 检察官也到了殡仪馆 进行相验要确认死因 飞行事故原因的部分 要等运航会民航挤在那边 当初日籍学员只是想体验飞行 没有想到一场圆梦之旅 竟然葬送了两条宝贵性命 让亲人心碎不已 街道帽 章话报道 金门有一处养经厂发现了 H9N2禽流感病毒 防检局踩高规格防控 铺杀全场4551只土鸡 由于这支病毒 有禽传人的可能性 疾管署也加入监控 不过提醒人传人的可能性低 民众不用太过紧张 另外因为全台湾闹蛋荒 在宜兰有位村长就自发性的 为村民代购蛋 另类的为民服务希望能够解决民众 买不到蛋的窘境 打开后车厂好几篮鸡蛋满满满 全台陷入吃蛋危机 不过宜兰郊西有位村长 因此开启了鸡蛋代购服务 收到到货消息 村民火速来报道 开心直呼终于买到了 宜兰郊西的乌沙村村长 担心村民买不到蛋 于是自发性找到鸡蛋大盘商 以成本价帮村民代购 补足民众的日常所需 不过现在却又传出坏消息 金门一处养殖场监测到首例 H9N2禽流感病毒 全场4551只土鸡 遭到全面扑杀 而这支病毒更有禽传人的风险 虽然病毒有禽传人的可能性 但是危险性低 也没有人传人的风险 不过养殖场监测到第一时间 还是预防性扑杀 同时也提醒民众 肉蛋类要熟食 请洗手戴口罩 避免接触野生鸟类 才能降低感染风险 确保自身健康安全 继续报道 中南部水情吃紧 最近有民众发现 浊水溪在南投水里乡的上游河段 水质突然变得相当的清澈 引发了网友议论 有人猜测难道有大事要发生了吗 对此天气风险公司说明 这是因为少雨的关系 冲金层的沥沙 淤泥 不会冲刷到河流 水才会变得清澈 而水利署第四河川局也表示 因为雨水不多 浊水溪的汇流水量变少 导致泥沙夹带量也降低了 水色浑浊 寒沙量多 这是全台最常河川浊水溪 过去在台风或是大雨期间 浊度高 但有摄影爱好者发现 近期在南投水里乡的河段 水值突然变得清澈 河水占了一片几乎快要见底 照片印发网友讨论 有网友搬出老一辈人的说法 说是浊水溪的水清了 就表示有大事发生 还有人想起九二一大地震之前 也有一次水变清 甚至还有网友指出 1945年日军战败撤台 还有2000年国内首次政党轮替 浊水溪都曾经突然变得清澈 但针对民众疑虑 天际风险公司也做出解释 这一两个月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下任何的雨 大多数是这个河川的浮游水 比较少的直接这种雨掉下来 经过路面上的冲刷到河里面去 河水就变得非常的清澈 专家进一步说明浊水溪的水之所以混浊 是因为它的大面积冲击平原 是由厚达数百公尺的冲击层所形成 而这冲击层堆积了热沙淤泥等等 在淡雨期间就会冲刷到河流 让水变得浑浊 反之如果没有雨水 河水就只有河川的浮流水 水就会相对清澈 去年的六月到今年的二月 中部的降雨只有一半左右的量 这一个多月见底是非常有机会的 水利署第四河川局也解释 中部各县市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 雨水不多 浊水溪的汇流水量也变少 导致泥沙夹带量降低 加上上游区域近期没有输浸工程 水值也没有受到影响 水色才会比平时清澈 这台北综合报道 新婚蜜月旅行 开着车环岛旅游 却因为超速 临停吃上了四张罚单 而一趟蜜月旅行下来 变成还要外加九千块钱的罚单 气得车主PO文抱怨说 以为宜兰花莲人都一样的车速 还抱怨说台九线部分路段 限速30公里实在是太严格了 警方就澄清了 台九线平均速线是70公里 进入社区或者是部落的时候 速线是50公里 花莲并没有速线30公里的路段 一趟蜜月真的好贵 一对新婚夫妻开车环岛 从台北南下花莲 为了赶晚上10点饭店check in 加上以为宜兰花莲人都一样车速 所以一路冲 结果先吃了两张超速罚单 隔天到台东游玩 临停先背开一张 上路后又一张超速 总共四张罚单共计9000元 上网发文分享经验 也抱怨台九线部分路段 限速30也太严 车主po文说是要帮大家审学费 但这句 以为宜兰花莲人都一样车速 引发网友炮轰 一路违规被抓还敢抱怨 原来没警察就能违规 但车主事后也强调 因为路段又长又大 限速只有30很不合理 不过马上就被警方打脸 台九线平均速线为70公里 那进入社区或部落时 限速为50公里 交通队表示在特殊转弯危险处 才可能降速为40 完全没有车主所说的限速30 开车蜜月不守规矩 让荷包大失血 记者呈见花莲报道 再给我